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又再次经历了与自己的侄子罗德的分离 可见当时亚伯拉罕心中是无比的伤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神赐下了第二个命令 第二个命令包括两部分内容 第一就是要让亚伯拉罕你要举目望向东西南北 要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要眺望 要仰望神应许给我们的永远的天国 第二是要让亚伯拉罕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 在上一讲我们讲到这起来 就是我们无论遇到怎样的阻碍 怎样的信仰上的障碍 怎样的伤痛 我们始终不能够放弃我们的信仰 不能气馁 我们要鼓起我们的勇气重新出发 我们要坚信神的应许 我们要刚强壮胆的不断的前进 在我们的信仰人生当中要行出这话语之光的果子 我们要按着神的话语去生活 在我们的信仰人生当中要践行神的话语 要让这领受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发光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查考一下这命令的第三部分内容 就是关于要纵横走遍这地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相关的经文 创世纪十三章十七节 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阿们 所以周文圣经这里翻译为 纵横走遍这地 这走 西伯来语 原语叫海拉克 这海拉克的意思 就是同行跟随的意思 是同行跟随的反身动词 是指自己必定得走的意思 是必须要走的意思 这里说的纵横走遍 不是说别人让你去走 而是你自己要自己去走的意思 要自己去完成的意思 纵横走遍 我们看这纵横 这一纵一横 正是我们主耶稣 这救赎的巅峰 这十字架的结果 也就是说 我们要活出 这主耶稣十字架一般的人生 要用自己的脚 去走出这十字架的人生 首先第一点 我们看看 是用脚去走的人 我们要成为用我们的双脚 亲自去走出 十字架人生的这样的圣徒 这里说 用脚去走的人 就是那些成就神的应许 实践神应许的人 比如来说 我们的教会 装修改造的工程当中 我们不能只图省事 我们不能简单的 找个外面的装修公司 把图纸扔给他们 让他们随便干就行了 干好了以后 给我们拍点照片就可以了 这是不行的 这圣殿的工程当中 我们要亲自的 用我们的脚 去走一遍才行 我们要亲自的 投入到这施工的 每一个现场才行 我们要一个一个 要亲自的去确立 要亲自的详细的计算 亲自去丈量才行 要用我们的双脚 去亲自踩一遍才行 指的就是要让我们 要亲自的去付出 要进行 我们一起看 约书亚记 一章二节到三节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 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 以色列的地去 凡你们脚掌 所踏之地 我都要照着 我所应许摩西的话 赐给你们了 阿们 各位 我们要用我们的双脚 亲自去走出 这十字架的道路 亲自去征服 这十字架道路上的 所有的困难 对神的话语 我们要努力的去学习 努力的去研究才行 坐享其成 是不可能的 坐在那里 什么都不做 不可能成就 神的允许的 我们要知道 我梦想不等于 待在那里做梦 所以要亲自去走 亲自去实践 去践行 第二点 这纵横走遍的人 是拥有礼拜人生的人 我们一起看 创世纪十三章 十七到十八节 你起来 纵横走遍这地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亚伯兰就搬了帐篷 来到西伯伦 曼丽的像树那里居住 在那里为耶和华 住了一座坛 阿们 这里我们看到 当神命令亚伯拉罕 你要起来 要纵横走遍这地的命令 下达之后 亚伯拉罕首先 就是在那里 为耶和华 住了一座坛 换句话说 就是在神面前 献了礼拜 今天的我们每一个 坚信神的应许 并且朝着这应许 不断前进的人 就要像亚伯拉罕那样 用我们的双脚 亲自去走出 这十字架祭坛的道路 要亲自的向神献祭 献礼拜才行 当然我们在这世上 也要读书 也要去工作 做生意赚钱 但是首先 我们要像亚伯拉罕那样 在神面前 要先献礼拜 各位 到我们去往天国之前 我们的礼拜 是不能够中断的 也是不能够随意陋习的 要知道 礼拜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唯有礼拜 才能得到神的认可 因为第一点 这礼拜的人 才是顺从神 命令的人 就像亚伯拉罕 顺从于神的命令一样 创世纪十三章十七节 神的命令说 你起来 纵横走遍这地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这里说 纵横走遍 就是拥有着十字架 人生的人 拥有着十字架 人生的人 才是成就 神命令的人 相反 这不屑礼拜的人 就是不顺从于神命令的人 而不顺从于神的命令 是没有办法成就 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天国的 第二点 这礼拜的人 才是真正的属神的圣徒 诗篇五十章五节说 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 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礼约的人 阿们 各位 这里 神说礼拜的人才是我的圣民 是我的圣徒 这些礼拜的人是用祭物 用献祭来与我礼约的人 这礼约的人才是真正的属于我的人 第三大点 我们来看看神赐给亚伯拉罕的这第二个命令 在终末性的意义 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十七章 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又好像罗德的日子 人又吃又喝 又买又卖 又耕种又开造 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 就由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阿们 十七章三十节说 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 阿们 这里我们看到 耶稣说这世界的末了那日子就如同罗德的那日子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到在世界的中了 在这末世会有像亚伯拉罕 像罗德 还有罗德的妻子 那样三种不同的信仰人 首先第一 我们看看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信仰人 创世纪十三章十八节 说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来到西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 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首先就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信仰人 在西伯伦 西伯伦就是高山的山地的意思 在高山的山地上面 建起了 献祭于神的 这祭坛的人 世界的末了 会有在这属灵的山地上 在这话语的高山上 祝坛献祭的人 这样祝坛献祭的教会 以色亚书二章二节 说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 必坚立 超湖诸山 高举过于万岭 万民都要 留归这山 紧接着三节又说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 说来吧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巡回必出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 必出于耶路撒冷 阿们 世界的末了 会有像亚伯拉罕那样 在高山上 祝坛献祭信仰的人 会有这样 让万邦归流的话语的教会 第二 我们看看 像罗德那样的人 在世界的末了 也会有像罗德那样 表面上看来 物质丰富 教会建筑高大 雄伟 但是却没有这十字架 祭堂的教会 这样的教会 神的话语稀少 所讲的更多是这 属世的这些话题 正如同像罗德的信仰那样 罗德的得救是羞愧的得救 是无比惭愧的那种得救 是神拆遣天使 强权性的把他从索多玛拉出来的得救 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九节 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 他纪念亚伯拉罕 正在亲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 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之中出来 阿们 这里说 罗德的得救 是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的原因 第三 我们看看还有像罗德妻子那般的信仰 世界的末了 还有像罗德的妻子那样的人 那样的教会 罗德得救 刚才我们说是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 才把罗德和他的妻子 都从这即将覆灭的 这索多玛城给拉出来了 是强权性的神的做工 把他们硬拖出来 但是同时 神也命令他们 不要再回头看 在得救之前 本来他们是应当遭受灭亡的人 因为神的怜悯 已经把他们救出来了 但是直到这个时候 他们还是没能顺从于神的话 像罗德的妻子那样回头了 最终还是灭亡了 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是非常可惜的 我们看创世纪 19章16到17节 但罗德延迟不走 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 罗德就拉着他的手 和他妻子的手 并他两个女儿的手 把他们领出来 安置在城外 领他们出来以后 就说逃命吧 不可回头看 也不可在平原站住 要往山上逃跑 免得你被剿灭 我们看19章26节 罗德的妻子怎么做的 罗德的妻子 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 就变成一根眼珠 阿们 可见在世界的末了 会有这样 罗德的妻子这样回头的人 为此出灵的耶稣 也在路加福音17章当中 是这样警示我们的 我们看路加福音17章的 31到32节 当那日 人在房上 器具在屋里 不要下来拿 人在田里 也不要回家 你们要回想 罗德的妻子 阿们 耶稣说 你们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 你们要回想起 罗德妻子 这个教训 他是怎么 虽已得救 但是因为没有顺从到底 还是回头的人 不要回头 不要回头 这里说 房上 不要下来 房上不要下来 什么意思 当时 以色列人居住的那个房屋 是两层的 因为下面 比较热 所以他们在楼上 生活的比较多 他们在 二楼 是他们 祷告的地方 阁楼上 向神祷告的地方 在房上 不要下来 指的就是 你们的祷告 不可停止 在田里的 不要回家 这里说的田 就是指 神所赐给我们的 这些职份 这些使命 这田地 指的就是 这有使命的地方 耶稣是指 在世界的末了 我们不要放弃 自己的使命 不要回头 提摩太前书 四章十节 说 因为迪玛 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离弃我 离弃我 往 帖撒罗尼加去了 格勒士 往 加拉泰去 提多 往 达玛泰去 这里说 因为 迪玛 贪爱 现今的世界 离弃我 往 帖撒罗尼加去了 我们不要成为 这种 贪爱世界的人 本已进入 得救的班次 蒙神的呼召拣选 是多么荣耀的事情 但是最后 因为贪爱世界 回头而灭亡 我们想想 这样的人 是多么的可惜呀 我们要警醒 我们不要像 罗德的妻子那样 这样的人 在关键时刻 在信仰上 用我们的话说 会掉链子的 因为罗德的亲子的这种 贪恋 因为他的回头 是本 已经得救的 他最终 进入到 这 灭亡的班次里 我们要成为 像亚巴拉罕那样 在话语的高山上 能够 祝坛 献祭 不光自己得救 也能够成为 让别人得救的人 在高山上 成就 神 应许的人 好 我们给 今天的内容 做一个结论 那就是 在我们的信仰上 要更加的 长阔 高山 今天 神命令 亚巴拉罕 要举目 这举目 不明思义 就是要看得 更高 像 哪里举目 像 东西 南北举目 只能就是 我们的眼光 要放得 更远 综合起来 就是命令 亚巴拉罕 要在 信仰上 要更加的 长阔 高山 你要拥有 更大的盼望 拥有更大的信心 今天的我们呢 我们在 信仰上的这种 尺寸 尺码 又是如何呢 我们看 以福所书三章 十八节到十九节 能以和众圣徒 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 是何等 长阔 高山 并知道 这爱 是过于人 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 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 你们 阿们 这里我们看到 神让我们 要领悟到 这基督的爱 领悟到 这基督 无法测度的 这种 长阔 长阔高山 我们要在 属灵上 在信仰上 也要更加的 长阔高山 要望向 更高 更远的 信仰 目标才行 圣经说 这神 这一切 所充满的 都充满了 我们 这是 神所 希望的 这是 无法测度的 是 无限的 永久的 所以 我们要祷告 要祈求 要让神 能够拓宽 我们信仰的境界 能够有 更高 更深远的 这样的信心 能够赐给我们 但是如果 我们今天 连这样的 愿景都没有 连这样的 盼望都没有 神是不会 赐给我们的 比如来说 就像 我们喜欢 钓鱼的人 都喜欢 钓大的鱼一样 没有人 会因为说 我们家里的 锅太小了 我们今天 钓的鱼 就别太大了 没有这样的人 越是 长阔 高深的 这种盼望 长阔 高深的 这种信仰 神越会 照着我们的 信心 充满我们 哥罗西书 二章 九节到十节 因为 神本性 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 有体的 居住在 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 也得了 丰盛 他是各样 执政 掌权者的 元首 阿们 所以这里说 神希望 把他一切的 丰盛 都赐给我们 我们里面 也被这样的 丰盛 所充满的时候 无论 无论我们在 这世上 做什么 都会 得胜 有余的 没有任何的 障碍 能够 抵挡我们 各位 无论 我们在 信仰 生活当中 遇到 怎样的困难 经历 怎样的 伤痛 我们都要 效法 今天本文的 亚伯拉罕 那样 要顺从于 神的命令 要 举目 要起来 举目 就是 信心 举目 向更高 更远的目标 而起来 就是我们的 行为 信仰 要有行动 要亲自 纵横走遍 要亲自 去实践 要活出 这十字架 的人生 最后 我们一起来 读一下 雅各书 二章 二十二节的话 说 信心 是与他的 行为 并行 而且 信心 因着行为 才得 完全 阿们 好 神赐给 亚伯拉罕的 这第二个命令 我们今天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一起 低头祷告 财永圣的天父 我们感谢您 赞美您 出离的耶稣 告诉我们 世纪的末了 就如同 罗德的日子 通过今天 赐给我们的话语 让我们都能够 以罗德和 罗德的妻子 为鉴 让我们都能够 效法 亚伯拉罕那样 举目 起来 纵横 走遍这地 愿这样的话语 能够像 警钟一样 使我们 警醒 让我们 从此 在我们的信仰 余生当中 都能够 亲自 用我们的双脚 去 践行 去活出 这实价的人生 到进入天国之前 让我们 每一个圣徒 都能够 圣守礼拜 圣守主日 在您的话语的学习 和研究上 更加的 辛勤 更加的 付出 让我们都能够 成长成为 成就您 救赎使话语的 主人公 我们将 一切的感谢 赞美 尊贵和荣耀 都归给 我们的天父 愿您 照着您 应许给我们的 成就我们 我们如此 博配的祷告 奉靠恩主 耶稣基督的 宝贵圣名 感谢祈求 阿们 感谢天父 也感谢 屏幕前 您的陪伴 追想 上古之日 思念历代之年 我是雅各 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